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矫正 自由不是某种特定的言行模式 自由是什么 自由是一种心态 自由是一种清明安和的心境 自由就是你找到了你生命的节奏 从此以后你按照生命的节奏去生活 自由就是不管你是高调还是低调 你找到了属于你的调调 这很重要 自由就是你找到了你的调 于是乎今后的人生 不管是高调还是低调 你用你自己的调去歌唱生活 自由就是你永远朝着阳光 但是你按照自己的时间开放 你是一个有着自己的开放时间的小花 阳光雨露滋养着你 但是你按照自己的花期在墙角静静的开放 真正的自由者他是无需喧嚣来向别人证明自己自由的 真正的自由者也不需要大声的宣布来加强自己的勇气和决心 真正的自由者 真正的自由者这世界上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干扰到他的节奏的 真正的自由者这世界上是没有什么杂事能够打破他内心的安宁的 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说当你在用一种自由的名义去行为的时候 你扪心自问 我焦虑吗 我痛苦吗 我这么做的时候我疲惫吗 我急躁吗 真正的自由者 如果你扪心自问 这颗心会告诉你 此刻我安然 此刻I am peaceful 所以什么是自由 就是找到自己生命的节奏 不紧不慢 不慌不忙的 按照自己的节奏 循序渐进的推进自己人生的乐章 非常美妙 整个过程相当宁静 但是涌动着源源不断的波涛 所以什么是自由 如何做到这种自由 我在黑板上写了我总结出来的三条 需要三个元素 第一个清醒的自知 第二个勇敢的选择 第三个非常重要 无悔的担当 什么叫做清醒的自知 在座的各位 如果这世界上还有一个 就真理没法描述 我们所有的专业都知道 真理没法描述 对吗 如果我们要找一个描述真理的 比较趋近的方法的话 可能比较接近的就是因果吧 什么样的因会带来什么样的果 什么样的种子会开出什么样的花 因果 那什么叫做清醒的自知 在座的各位同学 面对任何人生重要的选择的时候 你想想 你选了一个什么样的因 你即将种下一颗什么样的种子 想清楚 你想想看 你选择的这个因 可能带来哪些果 你种下的这颗果 种子 可能会开出什么样的花 想清楚 每一个因会带来很多种不同的果 你尤其要想清楚的是 最差的恶果是什么 你尤其要想清楚的是 如果带来的是最差的恶果 你的肩膀担得起来吗 你承担得了吗 你愿意承担吗 在座的各位同学 这些问题组合起来 就叫做清醒的自知 选择了什么样的因 其实你也已经选择了相应的果 种下了什么样的种子 其实你也已经选择了会开出什么样的花 因果 所以清醒的自知 就是面对任何选择的时候 人生至关重要的决定的时候 你想清楚 你将做的这个决定 给你会带来什么样的果 会开出什么样的花 最可怕的花是什么样的 你承受得了吗 你愿意承受吗 清醒的自知 我们很多时候啊 我们总是在说自由的时候 会说到一个问题 What do I want 你想要什么 我发现新生杯 那个演讲赛的时候也会这样 很多年轻的学生站在讲台上 在座的各位 你们想要什么 你想过吗 你的人生热爱什么 你想要什么 这个问题重要不重要 真的很重要 What do I want What do I love 但是你知道吗 还有两个问题跟它一样重要 What do I want What do I love 是number one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What shall I pay 为了这个want 为了这个love 你想过吗 你要配什么东西 这个问题跟第一个问题 同样重要 他们是牵扯在一起的 第三个问题同样重要 What do I want What do I love 第一 问题一 What shall I pay 问题二 第三个问题 Would I pay 我会去支付吗 我愿意支付吗 我能够承担 我能够承担得起 这种支付吗 这三个问题 同样重要 而这三个问题 共同构成了 清醒的自知 请你想明白 什么样的因 带来什么样的果 选择什么样的因 其实也已经选择了 相应的果 第二个元素 勇敢的选择 你不是想好了吗 做吧 就一句话 Just do it 做吧 想明白了 做吧 就是那个男人墙上的那句话 让我自己选择我的人生吧 你选吧 因为你想好了 第三个元素同样重要 无悔的担当 说到底就四个字 自食其果呀 你选的 不是吗 怨不得别人 你选了 你就当吧 当你所选 选你所当 爱你所选 选你所爱 没人逼你呀 这一切都是你选的 请你无悔的担当 自食其果 善果 当然大家都愿意吃 其实自食其果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自食恶果 自食恶果 所以我把这三个元素 认为是自由的本质 而真正自由的人 如果你做到这三点 你会发现 你的心态永远是安宁的 因为你想清楚了 因为你决定了 所以你愿意担当 因为是你自己选的 所以即便结果不如人意 你也会坦然接受 也会没有怨言 也会没有悔意 这就叫高贵 即使那个结果会带来黑暗 因为是你自己选的 你也愿意承受 这不见天日的痛苦 一个人安于承担一种 命运的痛苦 是非常伟大的 是非常有力量的